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那首先我们先画出题目给定的三角形ABC 它是一个等高三角形 两腰是5分5 那底边上的话是8 那接着我们可以先做BC新闻来中一点 那我们去中线AE 那AE的话它会是角BAC的角度分线 所以我们可以知道本来角度的部分 我们知道说角BA珠 底上角CA珠 因为本来应该是1 以上3 那角平分线做过去之后 我们就可以知道它们的角度 可以表现是1 比1 以上 这边是2 所以换句话说 A珠就会是角BAE的角平分线 那接着我们可以知道 B1线段 B1线段的话 它会等于是1 2倍的BC线段 等于4 那用B4定理可以求得AE线段长会等于3 那BF比上EF 用内分比可以表现是AB比上AE等于5比3 然后我们又知道说B1线段长是4 所以就可以求得EF跟EF的长度 分别是2.5跟1.5 好 那接着我们就可以知道 那BF比上CF 好 就可以利用所求的长度 表示成是2.5 比上8 减掉2.5 好 所以整理后可以得到 它们最减减数比是5比11 好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说 利用分点公式 AF向量 好 我们刚刚说这边是5 比上这边是11 好 所以用分点公式可以表示成是16分之11倍的AB 加上16分之5倍的AC 好 那A柱向量跟AF向量 好 同方向 所以代表说它们会有个系数期的关系 所以我们可以令A柱向量 就是16分之11K倍的AB 加上16分之5K倍的AC 好 那因为题目有说 这边的系数 好 就是正整数 所以我们令K等于16T 好 那T是正整数 好 那所以我们就可以将三角形AB柱的面积 表示为是三角形ABC的16分之5K倍 好 那所以同样的三角形AC柱的面积 就可以表示成是三角形ABC的16分之11K倍 好 所以最后题目所求 我们将上面的数字带进去之后 可以得到大概是11分之5 最后题目搜索ABC的16分之1 诶诶诶 都看到这里了 还不扫描QR Code 或点击下方资讯栏连结 加入龙腾高中生 以获取更多升学相关资讯哦